如果大家試過安裝網絡攝影機的話 都應該會有一個感覺 很難、很麻煩、很複雜 這部全新的Philippo Insight網絡攝影機 將會改變這個觀念 它簡易的安裝程序 幾分鐘就用得 現在就一起來試一下吧 首先,將Insight駁上電源 將手機和Wi-Fi網絡連接 去App Store下載Insight App 接著開個新帳戶 然後在App上按Set up a new monitor 看到Insight的橙色燈閃閃閃閃的時候 就輸入你的Wi-Fi網絡名和文碼 按Next 接著手機就會出現一個QR Code 將Insight對準QR Code 橙色燈就會轉成綠色 代表Insight已經連接上你的Wi-Fi網絡 那你就可以幫Insight改名 當網絡成功連接 當網絡成功連接 Insight正在拍攝的畫面 就會在你手機上出現 基本安裝就完成了 多簡單 如果要加第二部畫更多的Insight 按Add 再重複之前的步驟就可以了 裝多幾部 在家裡每個角落都看得到 除了在手機看 你還可以透過這個連結 在電腦看到Insight的畫面 在Insight畫面旁邊有四個公仔 分別是指示燈、動態警示、聲音警示 和畫面分享狀態、四種功能 按左邊的Insight畫面 就可以把畫面放大 在這裡你可以調大小聲 和把畫面拍攝到手機 按左邊的錄影鍵 還可以把30秒短片錄影到Dropbox 不過記住 第一次錄影前 要輸入你的Dropbox賬戶資料 如果要啟動警示功能 可以去Setting畫面 在這裡 你可以設置動態警示 和聲音警示功能 還可以調教他們的敏感度 當每次攝影機偵測到畫面 或者聲音有移動的時候 系統就會向你發出訊息 讓你第一時間知道家裡的情況 想找人幫忙看著 你可以啟動分享功能 輸入已登記Insight的朋友的電郵地址 將你的Insight網絡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幫你看著家裡的情況 那你就可以放心了 在APP上 你還可以隨時更改Insight密碼 或者更換Dropbox賬戶 甚至可以重設所有功能 用萬字夾 按著機身後面的Reset鍵 10秒就可以了 現在 你就可以輕輕鬆鬆地 掌握了家裡的情況 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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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你當日本人 你跟我無言 就是了 你有機會 你媽媽